馬上來看到最新消息 彰化萬人寫清抗體檢測計劃 原本預定明天要公布其中調查結果 卻突然無預警在昨天晚上喊他 十幾點敏感引發了外界揣測 其中主導計劃的前政府院長詹長全 還有陳秀熙兩個人持續神隱 只回應因為行政作業來不及才決定停辦 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他也是昨天接到了彰化縣衛生局長 葉彥博的電話才知道喊他 也轉達了指揮官陳時中的立場 說除非有明確不能對外公布的理由 否則應該公布請台大對外助說明 行政作業來不及決定停辦說明會 彰化萬人寫清抗體檢測 原本25號要公布調查結果卻突然喊咖 主導計劃的台大公衛學院 前政府院長詹長全和陳秀熙 兩人持續神隱連絡不上 借透露隱藏內幕 好像台大公衛學院他們內部 內部決定的情況 那到底內部決定到底是行政方面的問題 還是因為數字的整合的問題 這個目前我們還不清楚 衛船學院內部擺不平 當初詹長全和陳秀熙 因為強勢主張入境普篩 逆時中8月角逐政府院長連任失利 新任的台大公衛學院院長正手下 則說不清楚計畫內容 更顯示出多方意見並未整合 在你還不確定它的意義之前 就是內殘就好了 變成太引人注目了 所以這是暫時暫緩公布 其實是好事情 把資料放到專家委員會來看 大家來交換意見 我想是目前是比較好的 醫師認為公布數據 恐怕無助防疫 進行萬人抗體檢測之前 彰化縣衛生局先是爆發 精準篩檢風波 指揮中心大動作 要求政風處介入調查 一連串爭議導致壓力似乎也 接踵而來 這件事情 我也是 彰化縣委員局的業局長 跟我通知 那我才知道 指揮官是認為說 除非有不能公布的明確理由 否則是應該公布啦 那這邊如果說有任何 不能公布的理由 也請台大 要對外清楚說明 還有一屆大佬透露 這次抗體檢測的陽性率 不到千分之一 代表台灣社會十分安全 就連指揮官陳時鐘 也預估陽性率偏低 要等詳細數據出爐 才能解析 眼看其中報告日將近 卻無預警喊咖 十幾點的確格外敏感 記得陳時凡 黃明勝 曾俊瑋 台北報導